請問首先馬上帶您關注 這是在台南的鹽水 昨天晚間傳出的民宅火警 這消防局出動人車前往搶救 火事在十分鐘左右之後被撲滅 不過消防人員在清理火場的時候 卻發現這屋主的父親 因為逃生不及 葬生火枯 另外屋主的母親 則是被農煙給嗆昏 還有兩名的學童也遭受到了嗆傷 打火弟兄立刻是把傷患抬出火場 並且由救護人員進行心肺復蘇術 以及送醫搶救 而是起火原因 還有帶火場見識人員進一步釐清 火事撲滅以後 打火弟兄拿著照明設備 進到民宅內搜索 四周牆壁都被燻得焦黑 客廳也被燒得面目全非 消防人員仔細搜索 遺憾的是在一樓客廳的病床 發生了一具男性交失 清查以後是屋主的父親 燃燒的情形是只有一樓開始燃燒 然後整個熔煙串升到二樓 那我們很快在大概幾分鐘的時間就把它撲滅 消防人員越往後面走 就在客廳後方的廚房 發現了三女受到了燒燙傷和嗆傷 分別送往了嘉義長根和柳營七眉醫院搶救 其中一人是屋主的母親 而另外兩名的學童是屋主女朋友的女兒 其中一人情況危急 沒有呼吸心跳 一名就是那個老奶奶 那另外兩名是女童 那個有嚴重嗆傷 這起火警發生在晚間八點多 這棟位在鹽水的透天民宅串出了火苗 還冒出大量濃煙 消防隊拒爆以後出動前往灌救 把水線拉到一樓客廳的時候 可以看到熊熊烈火 沒有想到火勢在被撲滅以後 清理火場 何人發現一人葬生火箍 這起民宅火警 消防單位共出動了17車 344人前往灌救 究竟起火原因為何 還有在火場見識人員的調查 接著姚文華談談報導 從前面有我和你 從前面 從前面